連跌三日的港股 昨日高開 恒指登月19,800點關 高見19,853點 升110點 不過其後又是後勁不計 淡有出擊即令升勢逆轉 好淡在狹窄波幅來回搏擊 最低時又一次觸及19,500點關 報19,596點 跌147點 收市報19,627點 跌116點 四年錯共抹去670點 昨日成交重上千億元 達1028億元 昨日的特點是 好淡短兵相接 擺明居馬 各不相讓 我印象中 如此惡鬥 已狠久未見了 此乎確有一股力量在做淡大使 與此同時 亦有一股力量在維持秩序 好淡各為其主 碰撞在所難免 即使是熱滿股 這樣的施殺場面 仍是到處可見 對好友來講 昨日多了一支生力軍座陣 這就是曾被沽度七彩的新經濟科網股 昨日在亞里巴巴 09988 騰訊 00700 美團 03690 京東 09618 中心 00981 的大嶺下 為恒指貢獻了不少點數 以抵消傳統經濟股滑波所帶來的指數下跌壓力 蓋今次傳統經濟股的回落 估壓集中在過去最受歡迎的熱滿股 包括高息股在內 加上淡有的出擊有板有眼 似乎顯示連帶好友也暫時就手 讓淡有主導一切 以完成其認為必要的調整 我舉大家熟悉的中移動 00941 為例 昨日該股創出五日新低 低見65.8元 猶如兩隻有十多利息的高息煤炭股燃礦能源 01171 和中國神華 01088 同樣成為孤壽戰靶 燃礦最低時跌至27.2元 跌幅超過4% 至於神華 亦低見27.25元 跌2% 同樣地 高息的石油股如中海油 00883 中石油 00857 亦一樣躲不開孤壓 應該承認 昨日的大市氣氛比以往差多了 不但小戶和炒家 中伏 就是個別大戶 也料不到市情轉化如此詭異 不得不認據閉鄉 不過 從恆子的表現看 19500點仍然守住 與人以較大的安全感 因為說老實話 大市推到這個水平 不小實力股都有高息率支持 拋售理應不會擴大化 所謂這是大市連跌4天 與人以跌市面面無盡其之感 實為最大的淡因 至於估家的想法 部分可能是獲利回套 但亦不排除有些人以無利可獲而作洩本估出的 壯士斷備 我希望後者的行動不會擴大化 亦相信理智 冷靜的投資者 以投資態度審視大市 應對當前的實力股之股價水平有信心 有人問 好又會否九首必失 我的回應是 亦要問淡有 九宮不下又如何 以投資態度辭貨 心安理得 對短期波動大可聽之任之 衣 吾 蜇 蜇